全新的電信筆電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為大家開箱 微星的全新的電信筆電 它的型號叫做G163 那我這次買的是8M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1060跟1070的版本 那它這次搭載了全新的第八代的intel 8750H處理器 那我還是趕快來發開箱看看吧 那因為我是在實體店家買的 所以有一部分我已經打開過了 那我又把它還原成原本的樣子 應該差異不大 那這個 紅 紅龍 然後還有紅色的LOGO 搭配這個黑色的外箱 那這個是它的 定徑背包 那之後再 開箱給大家看 好的 那就來把它打開啦 那這個就是一件本子了 那先到旁邊 先來看一下配件 這個是說明書就不用多說 那後面它這個 然後去打開 這個就是它的變壓器 滿大條的 那這個電源供應器 它是全關做的 那它的 功率是230W 那這個蠻大CAM的 這是我 這是我的手 跟比我的手還要大 那再另一邊它這個蓋子打開 這個我猜應該是滑鼠 因為我已經 聽到滑鼠的聲音了 這支滑鼠是我這次拿到的滑鼠 那 我拿到它不是那個RGB的滑鼠 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它這個 這支我記得之前它就有出現過了 那它的功能 就跟一般的電競滑鼠是差不多的感覺 那它這裡也有應用程式 那滑鼠的驅動程式可以來到微星的網站來做下載 那這次我比較期待的就是這個版本的滑鼠 雖然沒有拿到 結果這支還是 蠻好用的 那這個就可以自己設定一些東西 可以自己設定它的 解析度 那也可以設定它的燈效模式 那些都可以做設定的 那這邊就沒東西了 這個盒子就先放好 那麼 筆電粉體就把它打開來看 那它一個塑膠袋 外面它一個黃層袋 長這個樣子 這個開機之後它這個樓盾是會發光的 那就來把它打開吧 那它上面還有一個防塵布蓋著 那它上面還有一個防塵布蓋著 現在我就來把它打開了 開機鍵在上面 它已經開機了 那麼滿 那現在開機了 那 後面就是這次跟遺忘GD63 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 多了兩個RGB的燈條 那它龍盾 是會發光的 那我包阿鎖它這次有貼這個 那我就把它撕掉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好看 撕膜 那這個 這台電腦 是我第一次買這麼虧的東西 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電競筆電 那 這次筆電你就先開到這邊 那之後我再做一個評測與介紹給大家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次開箱影片 請在下方幫我點個訂閱和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喔 大家掰掰